大家好,我是船长 昨天呢,中国输给日本了 0比1输给日本了 然后我录个视频 我说呢,中国队其实踢得不错 结果啊,那个视频底下 我一一帮喷的 有喷这个球员的 有喷这个教练 李铁的 然后一帮喷我的 因为我说这个国足呢 踢得不错 一帮喷啊 什么踢得不错啊 说全场零摄政 办场的时候被日本 就变成了日本的这个攻防演练 就一攻不出去 对于这帮人呢 就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呢 我不喜欢说政治正确的话 但是呢 你看我之前啊 这个中国0比3输给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 我是喷国足的 我是批评国足的 就是该批评的时候批评 但是第二场踢日本 我给予的评价呢 我是偏正面的评价 我认为呢 踢得不错 就是该喷的时候喷 不该喷的时候 就不喷 该表扬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他做的 是往正确的道路上做 虽然那结果都是输球了 但是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好吗 我喜欢说实话 我不能因为他是国足 他输球了 我就一味的无脑去喷他 我希望呢 这个喷子呢 你能够认清现实 认清形态 好吗 你要真的喜欢喷啊 你别喷球员 别喷教练 也别喷我 你喷领导人 咱们国家最大的那个领导人 他喜欢足球 然后底下一帮马屁精 把中国足球搞得乌眼瘴气的 原来还能 在亚洲里面 还能属于踢得不错的 算是一流强队 结果现在这个 最近这几年搞的 最近这十年 就从亚洲的这个 一流变成二流 二流变成三流 现在呢 就跟越南分庭抗礼了 跟越南泰国 这有时候都打不过 好吗 所以你不要喷球员 球员他没办法 他不想赢球吗 他也想赢球 但是他没这个实力 但是我为什么说 中国队踢日本 他踢得不错呢 你就看这个首发吧 好吗 李铁这场比赛 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你如果是李铁的话 任何人作为这个主教练 你都得这么踢 你不然的话 你像第一场踢奥大利亚 你还得被禁三个球 甚至说四个五个 你都停不住 因为日本毕竟是亚洲 公认最强的球队 你跟这种球队踢的话 你能怎么办呢 就像李铁说的 中国队就说实话 有点飘了 李铁没有把话都说全 他说的什么 过去二十多个月里面 中国队没有遇到 一支比自己强的队 就踢的都是臭气搂的 跟一直跟臭气搂的下棋 那越下越臭嘛 对吧 我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就好比说什么呢 很多人我相信 参加过高考 对吧 参加过高考 你本身就是个三百分的水平 结果高考前几个月 前半年 你做了一堆小学生的试卷 分数打得特别高 全是九十一百 全是满分 这种 然后你就觉得呢 自己特别优秀 结果你就报考了清华北大 结果呢 你一去战场 你一去考试 考完以后 你就三百分的水平 人家清华要求七百分 然后结果一看 操 蒙了 蒙了 不对啊 我模拟考试的时候 我分挺高的 但是你没考虑 你模拟考试的时候 你写的都是小学生的卷子 然后这回醒悟了 那再参加高考的时候 OK 我不报清华北大 我报一个二本 二本的录取分数线呢 只有四百分 但是你依然是个三百分的水平 但这回呢 相对来说 你就限时了很多 方向正确了 三百分到四百分 还是可以努努力的 三百分到七百分 做梦去吧 好吗 所以呢 中国打日本这场球 虽然说 都是输球了 虽然说场面都很难看 但是 我夸他 踢得还不错 就是因为 国足啊 包括李铁 他认清了现实 这场比赛里面 你们看 首发就排出了五个后卫 说明什么 说明他要加强防守 说明要加强防守 而且半场他都 完全在自己的这个本方 进行盯人 进行防控 因为什么 我第一场喷国足 我说喷什么 你放两个后卫 放一个后腰 他真把自己当成巴萨了 是吗 这这么提是不行的 我说你 实力不行 最薄弱的环节是 中后卫 这个环节你实力不够的话 身体没有身体 没有身高 没有技术 怎么办 堆人啊 防守相对来说 要比进攻 简单的很多 我没有梅西 没有C罗 没有九宝剑英 这样的天才球员 但是怎么办呢 我可以防守啊 我一个不行 两个防啊 二防一 三防一 是吧 我堆人 我通过积极的跑动 我通过防守 相对来说 简单点 所以呢 这场球放三个中位 虽然说张林鹏 上场就受伤下场了 换上的这个 朱晨杰 发挥的也还不错呀 但是你没办法 这边王刚 这边王神超 丢球那个球不就是王神超 直接被人生吃了吗 速度上被人生吃了 你没办法 你速度比不上人家 技术也比不上人家 意识也比不上人家 你能怎么办呢 你放谁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套路这个路线是对的 就是防守 你除此之外呀 别无他法 你说你跟日本打对攻 把四个规划 一起首发 然后阿兰 洛国富 什么艾克森 连线 怎么可能 开玩笑呢 咱们规划这几个玩意 就规划这几个玩意 你跟九宝监营怎么比 没法比 没法比 对吧 你后卫 日本的那个后卫 你看看那边右后卫 还是左后卫的 藏友又多 是吧 你看那些什么水平 你看那些那个中后卫 那个组合 原来那个 这都是提英超的 是吧 吉田马野 我操 吉田马野于日本队 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相当于范黛克 于利物浦 马奎尔于英格兰 是不是这种感觉 就中国历史上 你就找吧 能跟吉田马野媲美的 充其量也就范之意了 你中国没有范之意 你只有讲光泰 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喷子们呢 长长脑子 别什么都喷 别什么都喷 还是那句话 你自身呢 就是300分的水平 你就不要总去质疑 你为什么 不考清华 不考北大 你们能考个二本 就不错了 对吧 你现在跟二本 还差着100分的差距呢 这场球 0比1输给日本了 假如说没有那个进球的话 侥幸 逼平了 你还喷吗 再者说下半场前15分钟 踢的还是不错的吧 还是能攻出去的吧 万一 走了狗屎运 进了一个 把日本拿下来了 你喷的还喷吗 场面同样是不好看的 半场 没有过 射门 没有过这个 还是被人压着踢 还是没有控球率 因为有些东西 你踢到这个阵容 532这个阵容 就说明什么呢 你放弃了控球 放弃了射门 这是正确的 田击赛马也是这么赛的 我的马 不敌对方了 我的 你非要用上等马 去跟对方的上等马 PK 你不找死的吗 但是策略呢 用好的策略呢 就是说 我用我的上等马 对你的中等马 如果说连中等马 都对不过的话 我用我的上等马 对你的下等马 这种行了吧 我与其输0比3 不如我输个0比1 对吧 我中等马和下等马 我不要了 我放弃了 我就留那一块 然后我慢慢补 我这个方向走对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虽然我不知道 下场踢越南 还是能踢成什么鸟样 有可能越南也踢不过 但是仅仅从 这场比赛上来看 中国踢日本 李铁的策略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喷着呢 别什么都喷好吗 我这个人呢 就讲实话 我不是为了 政治正确 说点好听的 不是好听的 真的就是 如果跟第一场比 第一场我是喷国足 第二场 我觉得是 这个套路是正确的 好吗 就别乱喷了 这个视频呢 我也不想过多的跟喷着喷 因为喷着呢 没踢过球 没踢过正式的这种 这个这个 联赛啊 比赛啊 就是看球 然后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 就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但是 但是 真的要喷的话 喷老大 喷上面 别喷这帮 马仔 好吗 包括李铁 这都是马仔 所以呢 先这样吧 好吗 谢谢大家